我今年26歲 我今年27歲 是一個大學生 是一個YouTuber 2019年 8月11日 10月1日 在中大 尖沙咀 過雲大師尾報 尾控無動罪 9月11日 2月11日 9月11日 1月12日 1月12日 2月13日 3月13日 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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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知道他們要告我暴動罪的時候 我心情是 害怕的 你始終在面對著這麼長的認知 很愕然的 因為那樣東西 你的等級升了 我以為自己能否支持 就是忐忌 那時候還覺得不可能 可能是我拿回植物 未來 本身每天一定有些未來計劃 你可以怎樣做這個計劃 在20至30歲這段期間 你有四年的空窗期 你是不知道做夢 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 說未來一定很奢侈 我沒有想到自己去做什麼 我只是想每一天都可以沖咖啡 我仍然想用Youtube去賺錢 本來希望可以做一些 貢獻社會的工作 可能是一些NTO 這場運動我覺得 不能不站出來 即6月9日還未站出來 過了6.12之後也站出來 過了7.21、8.31 也站出來 之後再中大、理大 不然呢? 尤其是你看到現在的案子 其實第一個都判6年 接著減刑 其實我想 四年都做不到 我預計 我要坐2至3年 有說過 有機會是3至6年 最大的遺憾 最大的遺憾 你可能會破過了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家人人 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拍到戲 每一次都是每天我最後一次 內疚的是 我要我爸爸媽媽去擔心 我令到他們 到這一刻 都還要去 隱藏自己的情緒 來安慰我 好 好